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主题要把45张牌放在桌子上面 五张一行分九行来放 图向外 支向下这样去放 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轮流打开两张牌做配对 如果打开了以后他们念出这个主题出来 是配合这个道理的先后期许呢 他们就可以拿走这两张牌 他们就拿到有两分 但那个期许怎么去排呢 怎么是对错呢 就按照我们的剪接卡后面的期许 比方《心经》的十二条 《礼仪》的七间盛世 《轮礼》的十戒 还有《天主经》七个祈求 加上光荣颂的部分 比方现在我们有四人开始这个游戏 他们就要轮流打开两张牌 第一个朋友呢就随便去选 打开其中一张牌 他打开了这一张是第二届 他念出来无福天主生命 移发叙事 他也要找第一届 啊 他找到呢 打开 念出来 《轻松》一天主在万有之上 所以他也看到呢 知道这个是配对了 如果他不选这一张 选了一个是首张里主日也可以的 两张也是配合的 所以他拿走两张牌 就有两分 是这样 好了 到下一位朋友去选了 他选了一张是兵人富有生事 他现在在想 可以配分音生事也可以 可以配高杰生事也可以 他现在在找那些图了 他在找去看 啊 他看到高杰生事 他就选这一张 他一翻开以后 就看对了 就讲出来 这个是兵人富有生事 这一张是和好生事 两张牌就拿走有两分 到第三位朋友了 他打开这张是礼仪百搭卡 他另外一张牌一定要选礼仪的 他就选了这个见证生事 这个时候他要把这个百搭卡呢 来定性 定为它是生死生事 或者是身体生事 他定了它为生死生事 要注意呢 就算真的有生死生事这张卡呢 就算真的给人家拿过呢 也没问题的 因为礼仪百搭呢 可以指定任何卡 最终要跟他先前发那张卡 是搭配就可以了 所以他现在来了两张卡 两分加百搭 加一分三分 好了 到第三位朋友了 他选了一个是 约你的名秀显阳 这个时候呢 他就去看有没有我们的天父 或者愿你的国来临 最后呢 他看来看去 他选了这个祈祷的百搭卡 就把它决定为愿你的国来临 他有两分加一分 就一共有三分 这样 完了以后呢 继续回到第一位朋友去选卡了 他也随便去选 看看要哪一张卡 他选了一个普世权威 原则上他要选一张天下万国 或者是一切荣耀 但是呢 他选了荣属主 选了以后打开他看 这个主题啊 配不对 他选了普世权威跟荣归于你 所以不对的把这两张卡要翻过来 就没有分数了 最后的朋友呢 选了一张超百搭 超百搭呢 是心理 礼仪 祈祷都可以配的 他选了这个伦理 就是第八戒 不网证 一打开念的主题 就说阿门 就拿了两张卡两分 乘二四分 活动如是类推 玩了以后 总结得分 得到最高分的朋友就是赢了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牌会星沙来的 因为刚才有些人用了百搭牌来打配 这个时候呢 主持要把星沙来的牌给大家猜 猜到就一张一分 总之记得呢 这个超百搭呢 就是有四分 百搭牌一共有三分 这个活动最终要让大家熟悉 在教理四大记住的主题跟期许 是 三分之一 而碾 这一切 你不得了 一切 谢谢 再来 一个 整理 感谢观看